嗯,这几个咱们来讲一下地面物品啊 比赛音乐是以前搞的 就是研究了一下 研究了几天就不弄了 这个地面物品呢是 我们需要单独的去进行分析一下 之前呢 我们分析这个作为便利的时候呢 很多的游戏呢 它的地面物品也是在这个 地面物品在这个作为便利下的 但是呢 这个游戏呢 它的地面物品呢 跟这个作为便利呢 还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呢 它们并不是一个便利 由于这个游戏的怪物 它出的这个物品呢 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 把这个宝宝给它练起来 然后呢 让它帮我们不断的去打 啊 然后让它多掉一些物品 方便咱们分析 然后呢 这个游戏呢 它的地面物品呢 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看到啊 嗯 录像了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地上的这个采集物 那这个采集物呢 是当你有啊 当你有这个任务的时候呢 它才能去点击它啊 没有任务的时候呢 你只能看到它 但是呢 你不能点击它 然后呢 第二种呢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打怪的时候掉的这个物品 嗯 这个怎么暴力这么低呢 有的时候啊 一除的话就除好多 有的时候呢 就好久都不出一个啊 这个很很尴尬 哎 除了一个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出的这个物品呢 长成这个样子啊 就是像一个小包裹似的这个东西啊 那么很多的游戏 你比如说像这个传奇类的游戏 那它钓的这个物品呢 它是直接有名字的啊 你直接点这个物品的话呢 或者鼠标放上去 或者呢 不用鼠标放上去 那它这个上面呢 都会显示一个名字 但是这个游戏呢 它是没有的啊 没有的 就用没有的方式呢 去进行分析 那么传奇类的游戏呢 它是直接带名字的啊 我们站上去就就失去了 那么这种的话呢 我们是通过名字去入手 然后呢 去进行一个扫描的 但是这种的话呢 那它没有名字 你扫描什么呢 对吧 所以说呢 这种啊 我们就只能是通过一个其他的方法 那就是从这个 啊 发班的 啊 的位置入手 去找一下它的参数 那有人可能会说啊 那我 这个点开了里面不就有了吗 对吧 点开了里面就有名字了 那为什么不去搜它呢 啊 是因为里面的这个东西呢 它跟外面的这个包裹呢 其实它是两个便利啊 这个包裹自己呢 它是一个便利啊 然后呢 呃 外面的就是说这个包裹啊 包裹自己是一个便利 然后呢 里面的这个物品呢 他们单独呢 也是一个便利啊 所以说呢 你是需要分开去分析的 那我们就去分析一下 C的话呢 暂时先不用啊 先用这个先来到明文包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点这个包裹的话呢 它会怎么样的去断 下断 然后呢 点击 好点击的时候呢 我们返回一层啊 我们返回一层呢 会返回到这 返回到这 这是一个ID为40的明文包 那么我们这个点ESC的时候呢 他也会断下啊 那我们去点一个关入呢 他也会断下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我们之前的那个选怪的包 选怪相关的包 所以说呢 我们想去 想去找到实取的这个这个包的话呢 那你需要去点一次F9 点一次F9 然后呢 再去返回 那这个呢 你再去 点怪 再去打怪 他就不断了 然后呢 你点这个小包裹呢 他就会断下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包其实也很好分析 一个0 一个8是包茬 一个3ED是ID 然后呢 一个ECX ECX只有八字节啊 这是八字节的结构体 所以说呢 我们进来之后看到的这两个呢 其实啊 这两个四字节呢 其实就是他的ID 啊就是这个地面的这个包裹的一个ID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去追这个ID啊 第一种呢就是向外反啊 向外返回的话 那么有很小的几率 它是直接来源于这个便利的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那你就相当于是人品比较好啊 直接就能断到啊 直接就能这个返回到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啊 他可能是一个临时的啊 318是ID 这个3ED是ID 这个8是一个长度啊 8字节的 呃 这个ID呢 是包的ID啊 这个包的ID 这个ECX里面呢 存放的是这个小包裹的ID 就是地面物品的ID啊 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如果我们正常的来说啊 我们会向外去返回 然后呢去看一下外城有没有这个ID 好 那 嗯 返回一城的话呢 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VM 啊那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了啊 这个EBP呢 他没有没有被复值 所以说呢 我们在站中转道啊 可以直接呢 EBP加4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的下一场 就是他的外城 那么可以跳到这个地方 跳到这之后 那么我们再去点这个物品的话 啊那么他会 啊他会断下啊 但是呢他的ECX呢 是这么一个东西 啊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下面有很多的 啊下面有很多的数据啊 其中呢 你像这个 啊 E0和E4啊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的ID 然后呢 这里呢应该是他的坐标 啊 这个 88的这个位置 这个C呢 就是我们之前追的那个类型 啊 就是说呢 这个C 啊代表的是这个物品的一个类型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有 啊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一个ECX啊 那么我们的办法呢 啊现在呢 还是有两个啊 第一种呢 就是直接呢 在这个啊 在这个E0的这个地方呢 去下一个写入 因为当他去访问这个物品的时候呢 他会写入这个ID 啊 这是第一种方式 然后呢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直接去复制这个ID 然后去进行 扫描 啊 这么两种方式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种方式好不好去追啊 啊 啊 当他没有选中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当他不去保问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1 那我们下一个硬件写入断点 然后呢 去点这个包裹 好 看一下啊 那这个时候呢 他断下了 断在了这个地方 EX 是 第一个四字节 来源于EX 然后来源于EDX EDX呢 很明显是一个对战的地址啊 他是这个东西 那么他是从这一层呢 从外层的第一个参数来的 那我们再往下看呢 啊 在这一层呢 就没有了啊 这一层呢 就没有这个 这个对战地址了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看一下 他是ECX啊 是这个 ECX来源于ECX加30 然后呢 又是一个 EBP加8 啊 那还是第一个参数 也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一层的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这两个ID 啊 有这两个ID 那么他们不是在 啊 他们不是在这个 啊 对战里的啊 他们是直接呢 就出现在这的 所以说呢 我们先来到这一层看一眼 看一眼他俩是不是参数啊 如果是参数的话最好了 那如果不是参数的话呢 那就 就需要接着去分析 那很明显这里只有一个复制 所以说他不是参数啊 啊 我们再点一下他 再点一下他啊 EAX EAX呢 来源于EBP加8 还是第一个参数 还是第一个参数 我们再返回 表现了 那还彻底表现了啊 我们在这下个段吧 重新进一下 就是说 如果追这个地面物品啊 还有这个 任务和技能呢 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游戏最难的地方 因为这个 很多游戏的地面物品呢 就决定了他的一个 这个产出 所以说 这个地面物品呢 他都会做的比较的奇怪一点 来到刚才的这个地方 看一眼啊 在这下个段 然后再点一下他 啊 然后是他 加上 加上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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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一个 EDX加58 是这儿 然后呢 他来源于 EBP-B8 嗯 然后呢 正常的就 向上去追他的来源了 正常的去追他的来源了 然后呢 可以发现啊 在在这个地方呢 开始写一些 长量啊 那么说明呢 他很有可能是从这个 看来的 啊这个地方呢 我之前也没有追过啊 因为我之前是直接用的那个 用的那个 ID的扫描啊 用C去扫描的 好那我们在这下段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ID也是已经写进来了啊 已经写进来了 那说明 嗯 嗯 他是从上面来的 看看啊 上面有没有啊 EAX是 啊 C00F8D啊 那说明是从这儿来的 不是从这个团来的 EAX呢 是 EBP 加8 EBP加8 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参数 再返回一成 好第一个参数是他 第二个参数是他 下一下个段 啊正好呢 就是两个ID 然后呢 这样往上追 他俩来源于EAX 加上28 和 加上2C 那他俩呢 又是 这个对战的地址啊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儿去往上追的话呢 实在是太麻烦了啊 就是说呢 他会一层 同一层的这个对战地址啊 让你去进行传递啊 那你想找到这个 真正的 真正的位置呢 确实是 比较的麻烦一些啊 嗯 那我们 再追一下吧 既然都追到这了啊 啊 那这一层呢 再来看一下 他的第一个参数 加28和加2C 还是他俩啊 那就再返回一层 嗯 然后呢 返回到了VM的代码啊 就是说关键的代码呢 你通过这一条路啊 一个正常的一个思维呢 去进行分析的话 那最终他会给你一个VM啊 给你一个坑 所以说呢 我们就需要去进行一个扫描 我们再随便访问一个 然后呢 去二进制复制 然后呢C加载一下 粘贴 扫描 好 这样呢可以得到三个结果啊 得到三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随便的去点一个其他的 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会发生改变啊 这个就不要了 那剩下的呢 就是他俩 就是他俩啊 他俩呢 就是我们 需要去下断的 下断的ID 好 我们在这个上面啊 下一个硬件访问断点 他会直接断下 断下之后啊 这是一个比较 EAX加8跟EDX比较啊 我们不用管他是不是比较 我们只要去看一下这个EAX就行 EAX是谁呢 是他 他加上8 那么这个结构看起来很眼熟 这个结构呢 有点像是我们这个周围的对象的这个结构啊 这里有个ID 然后这24呢 可能是一个对象 2C呢 是一个二叉数 很有可能我们进去看看 确实就是那个二叉数啊 那么我们顺着他呢 去接着往上追啊 EAX来源于ECX 然后来源于EBP 来源于EBP 那么这里是有一个加零的 EBP加零 啊 那么之前我们讲过了 当我们追一个数据追到了加零便移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下面有没有 跳转 对吧 啊 那这个地方呢 很明显出现了一个跳转 这里呢是ADD的4 那这是什么数据结构呢 想一下是什么什么数据结构 数据链表还是二叉数 嗯 自信点啊 不要问我 嗯 有人说是链表 有人说是数据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何的判断他到底是数据还是链表呢 主要就看这个ECX 他在这个循环 循环体里面有没有对他进行复值的地方 除了这个位置还有没有了 没有了 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呢是不断的加4的 但是呢他并没有往里读指针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他只是一个数据 啊 我看到了他又测回了 所以说呢这里是一个数据啊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呢 他是一个比如说木ECX 然后拓号ECX加4的话呢 那么这种的话他就是链表了啊 但很明显这个地方不是链表 只是一个数据 然后呢那我们这里呢就变成了什么呢 EBP 加上 哎啊 加上N 乘以4 EBP加上N乘以4 哎 怎么写的 啊 因为呢他是 哎 等会啊 该 应该是在括号外面的吧 呃 EAX 来源于ECX 啊 不是啊 是在这个括号里面 在这里面啊 EAX呢 来源于他带括号 然后他呢是EBP加上N乘以4啊 然后呢我们接着追EBP 断解 断解先删掉 要不他会在这里面 不乱的断啊 EBP 来源于EBP加8 EBP来源于EBP加8 那这个EBP的话呢 那这个EBP的话呢 就肯定不是 对战地址了吧 啊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 看一下啊 啊 不是对战地址啊 它是一个 啊 来源于ECX的啊 那么这里呢 就相当于多了一层偏移 他加上N乘以4 然后呢 来源于ECX 直行道法 ECX来源于ECX加上20 ECX加20加8 然后加上N乘以4 然后ECX往上追 来源于ECX 再返回ECX 再返回EAX 好 然后呢 那这个call里是啥呢 VM 啊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EAX 就是基地址 啊 就是基地址 他又撤回个什么 看一下啊 基地址啊 D4C9F4 嗯 D4C9F4 D4C9F4 嗯 还有个结构的话呢 那如果在这个追的过程中 还有什么向上的跳转的话呢 那还有可能还有个结构 但是这里呢 现在啊 目前为止呢 是没有结构啊 没有发现结构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数组 啊 这个数组呢 他是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的这种啊 下面有一个2E应该是一个数量啊 嗯 那么 很明显呢 这个加20跟我们之前追的那个怪物便利呢 是不一样的 是吧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之前追的那个怪物便利呢 是加14 然后乘以8啊 然后然后加上8 那么这个呢 是加20 加上8 嗯 他的基地址我们看一下 嗯 D4C9F4 基地址是一样的啊 基地址是一样的 来看一下啊 基地址 啊 加上14是怪物的 加上20是低面的 那也说明了 这三个呢 肯定啊 这几个啊 剩下的这几个 那么肯定呢 还是有一些有一些东西的啊 只不过呢 我们现在没有分析到他们 啊 这一共是这五个呗 这五个1777的啊 嗯 那么很明显这个游戏呢 他的地面物品和怪物的对象是分开的 但是呢 有一些游戏呢 他的这个小包裹呢 是跟怪物对象呢 是一样的 啊 就是说呢 这个物品是挂在怪物对象下的 啊 最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魔兽啊 魔兽的这个物品呢 就是这样子啊 当他的这个怪物死了之后呢 啊 这个尸体上就会出现那个包裹 啊 就是你鼠标放上去呢 他会有那个小包裹啊 然后呢 你点哎 这个物品就出来了 那么其实呢 他就是挂在这个怪物对象下的啊 那个包裹就是怪物的尸体 啊 但这游戏是分开的啊 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来 把这个地方呢 给他记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地面 物品 嗯 ide 加上8 加上c 是ib2 这个包裹里的话是读不到了啊 你不打开它是读不到的 我们一会儿再在讲那个里面的东西啊 先把这个地方给他讲完 然后写完啊 嗯 嗯 这是 地面包裹啊 地面物品数组 起始记者 加上c 地面 地面物品 物品数组结束 记者 好了 那这个数组呢 我们先注意到了啊 那 嗯 接下来呢 我们是需要去分析一下他里面的东西啊 就是说分析一下这个数组的里面的这个对象的信息 以及呢 他的 啊就是说这个数组的一个 容量啊 这个数组里面呢 有多少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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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